疫情过后民众申办护照几乎是爆量 112年全年外交部东部办事处 共受理了44279件 为疫情前两倍之多 那么为了减少民众排队办理的时间 外交部9月3号也将正式启动 试办有条件式线上申请换照 呼吁符合条件的民众多加使用 疫情过后民众申办护照爆量 112年全年外交部东部办事处 共受理了44279件 是疫情前的两倍多 为了减少民众排队办理时间 外交部在9月3号要正式启动试办 有条件式线上申换护照 也呼吁符合条件的民众可以多加使用 因为之前经历过疫情之后的大爆发 造成我们各个包括外交部 包括我们四个办事处人潮爆满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 来怎么研绎来降低这种排队的情形 所以我们现在领务局也有一个新的措施 当然是开始的阶段 叫做有条件式的复照申请 就是上网申请的 那我们这个有几个条件 包括他要年满18岁 要持有自然人凭证 那是复照逾期 那十年内没有遗失的记录 那不会涉及各类的加签案 那身处境内就是在国内 那户籍资料未变更 然后等到护照自妥后 我们会跟当事人来清零来确认人别 这大概就是我们有条件的身换护照的一个方式 外交部东部办事处长胡奇斌表示 有条件式线上身换护照 事办期间也会修正执行时所遇到的状况 目标是要让国人办理护照业务 可以更方便顺利 截律会欢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